一個整治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到未來的兩年後 其實整個社區的化民青春39洞 那是完全就是修好修復的一個狀態 可是目前整個在台灣農業 這麼有重要性的一個前排的建築物 卻毀壞了這麼的迅速 我們希望 我們真的很誠致的希望各位委員 能夠在文化景觀內 既然我們已經 它也已經是文化景觀的重要景觀元素 然後也不能被拆除 我們希望是賦予它更完整的機制 有一個保存的機制 能夠讓這個保存的狀態能夠變好 謝謝 好 那是不是我們也跟一些故事 讓那個理由 我們來嘗試就我們文化景觀 辦一件我們做一些修正 我們是不是先讓羅斯福羅斯段 74、76、92、94 先取得歷史建築的身份 另外針對好殘書所提出來的 119箱的62、60、70 然後是好殘書 提供更詳細的資料 我們在下一次 針對是不是給予歷史建築 或其他的適當的文資生活 我們再進行審議 好不好 好 那是不是會用這樣的一個修正意見 我們做成結議 好 謝謝 謝謝 1212 案有 歷史建築 國會聊歷史建築 選在利用計畫審查案 審議案2 歷史建築 博皮堯 歷史建築選在利用文化審查 本案是依據文漢是在保存法2 四條 幾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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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法 第十三條案四九條 萬里 辦理行程是 博皮堯是在清代籍形成的四階 都市計畫將老公國小 將博皮堯保留為學校必定地 並實施境界 也因此可以保留清零時期的街道與歷史時代的排樓座 本局並於99年3月26日 加翁 博皮堯 歷史建築公告為本市的歷史建築 在98年至106年 是由本教育局委託文化局進行營運管理 並辦理藝文推廣活動 及營私拍攝 之後本局會提升未來皆需待利用的使用彈性 希望透過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台北電影節的主辦委託 可以展現建築歷史內涵以及容創主題的推行 目前台北電影節主要是在辦理台灣電影的創作 促進國際的電影交流 他們除了辦理競賽以關模影展外 並舉辦電影的相關活動 本案後續規劃再利用空間為廣州街的聯動街屋 希望透過本區文化 人與夜間與龍山市的文化商圈可以串流 促進台灣與國際的文化觀光 台北電影節預計於107年11月份 江波皮堯 歷史街區的康定路173項 將站31-29號規劃為遊客的中心及導覽室 並規劃了30%的附屬設施 主要用於提供遊客服務 例如提供輕食茶水 以及販賣 販售衍生商品 以及紀念品等 而上述的遊客服務 將整體規劃為遊客服務休息的空間 此空間預計是 撥皮堯歷史街區相關的工程進入 增設與康定路173項1號 以及康定路167-171號的廣州街 或廣州街的展監 本案初步再利用方案 將是整個議案審查通過後 請管理單位 依據文化制裁保存法規制犯措施 這是防死的供照 地體地形圖 再紅色範圍 還有現況照片 這是他的預計在利用方法規 紅色範圍 本案提醒本省一位審查 必應審查決議 據已辦理後續在利用事 有關詳細的部分 歡迎單位這邊有微型建築師來補充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以下就針對波普遼歷史建築群的在利用的內容 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我們都知道波普遼歷史街區目前是分為兩大部分 一個是東側臺北市的鄉口教育中心 然後西側的部分是提供人文歷史展示跟電影教育推廣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部分 這兩個部分分別在2006年跟2009年進行修復 然後那時候因為還沒有文字的身份 所以分別有取得實用執照 那文字身份是在2010年就是民國99年的時候被登錄成歷史建築 那這個部分因為後續的一些使用單位的一些進駐跟使用的空間的一些調整 所以現況的部分跟原核准的部分其實是有一些出路的 所以這個部分在今年我提出了因應計畫 那在今年5月22號已經核定在哪裡 那這整個空間就是剛剛所提到的波普遼歷史建築群的一個空間範圍 包含東車跟西車 那原本的康利路173項就是原本的波普遼歷的這個位置 那這個部分 關於他的歷史的這個跟指定的過程 那這個部分他就不再做對數 那最主要是他的一個登錄時間是在2010年 那在整個在利用的部分的話就是主要的還是以教育文化跟保存能使用目的 來作為後續的一個營運管理跟再利用的一個主軸 那東車的部分是那個鄉土教育中心 再利用的方式是以鄉土教育為主 那西車的部分剛剛有提到就是以人文歷史展示跟電影教育推廣為主 所以他再利用的方式是以文化教育為目的 那當然在東車的部分目前那個台北市的鄉土教育中心 一般來講參觀吃都免費的 那西車的部分的話 因為會考量到後續有一些場地的租用 跟一些推廣教學的這個部分的使用模式 所以這個部分會部分會多收一些費用 那在整個在利用的空間來講的話 東車鄉土教育中心最主要是以展示空間 包含特展跟長設展這個部分為主 那這個是東車的鄉土教育中心的一個平面圖 這是一樓的平面 那這是二樓的部分 那主要都是以展示空間為主 那當然包含了一些影韻的辦公空間 那西車的部分的話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人文歷史展示跟電影教育的推廣的這些空間 那在空間的使用上面 一樓是主要作為電影藝術教育的推廣的課程的使用 然後有一部分的空間作為遊客休憩的服務 跟親食餐飲文化商品販售的這樣的一個使用空間 然後還包含了一些人文歷史的展示 那二三樓的部分的話就是提供一些 藝文活動的排演練習 然後以及教學的這些教室的空間 那當然也有一些附屬應有的一些服務辦公 跟會議空間 那在整個再利用的部分 這是一樓的部分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一樓大部分是作為這些 一些推廣課程跟藝文展示跟教學的這部分的空間 那也計畫提供一些一般的遊客秀氣的服務 包含親食餐飲的文創商品販售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那這是二樓的部分 那主要是作為服務跟會議的空間 那這是三樓跟四樓的部分 那基本上這些都是以那個辦公服務跟原來的使用的 合格的使用的目的為主 那在整個營運構想的部分 那在鄉土教育中心的部分 那主要是以本土教育的相關研究的跟推廣為主 那這個部分還包含了一些布皮爾老街的 一些參觀跟導覽的一些活動 那當然也結合一些文史工作的這些資源 然後使得整個社區可以參與 整個社區的總體營造了這部分的工作 那在西側的部分的話 目前是由文基會的台北電影解同同步來負責營運 那這個部分主要是以人用歷史的展示跟電影教育的推廣為主 那在街區裡面就包含了一些電影教育跟歷史街區的這些活動 那包含配合一些電影的一些拍攝 那構築整個電影跟藝文的一個聚落空間 那整個開放的範圍就包含了康定路的173項 就是中間的那個像道 以及跟林康定路跟廣州街的這個7樓的部分 那室內就是包含了1樓到3樓 那這個部分會依各的空間的營運狀況來做一些調整 那在影片拍攝的這個部分 那會不定時的會去管制康定路173項的一個通行 那在整個開放限制的部分 基本上在街區的公共空間的部分是免費的 那部分空間提供為一門活動的租用 那這個部分當然也有包含了影視的拍攝的需求 那這個部分就要必須經過電影委會的申請才能夠執行 那對於整個土地使用的方式來講 那因為剛有提到當初徵收的目的是為國小用地 所以這個部分目前在都市計畫的使用分區裡面 才是屬於國小用地 那在原本的使用執照的使用組別 是第三類的教育設施 那下面這個表示在98年的使用執照裡面 所標示的這些空間使用的這些內容 那這個包含了東側的相處教育中心 跟西側的台北電影界統籌部所引運的這個範圍 那西側的部分因為有中間的康金路的173項 所以被區割成北側跟南側的兩個區塊 那在對於西側的使用的這個部分的做法 在去年的6月 那教育局有一個簽文 就是依台北市特定文化設施運用辦法裡面的規定 那這個部分指定成台北市的特定文化設施 那這部分是在案的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依照這個運用的辦法 那目前是委託那個由台北市政府出資 或捐助那個總金額在50%以上的財團法人 這個部分來做引運 那在整個使用的這個部分 那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就是在西側林湯地路跟廣州街的一樓的部分 那目前大概就是整個會做委員文創 跟相關參與的這些空間 那他在整個面積的計算裡面 大概是符合剛所提到的 總頭力板面積百分之30的這個部分的限制 那範圍大概是紅色的這個部分所列出來的 那以上就整個再利用的一些計畫的一些內容 以上說明謝謝 好 甚至本來也會有什麼資格 這個案子其實大家討論很久了 因為土地使用的關係 學校的土地 所以這根本就很難 可是如果我們前場也來看 我經常去那個地方 外國文化客很多 都非常喜歡在那邊拍照 可是現在的使用 其實是做電影什麼電影節還是什麼設施 它只是辦公 那這一條我花了那麼多錢 都去改建 可是很多英文界人說它是有生命的 沒有生命是因為它這裡的 現在的活動使用行為 跟周邊各種不同的 那也沒有辦法真正帶動 跟萬華和夫妻的關係 所以我認為是這樣 有沒有可能跟徹底解決 從通前在左手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原有的那些住戶 真送過來的人 他有沒有辦法 他優先給你回來 讓我們補導他 因為其實那邊的吃的好的 都是非常有特色 但是現在就是冷冰冰的展示解說 而且每一間每一間 那門都是關著的 你要從裡面來進去 那我覺得是非常可惜 但是這個東西一直沒辦法解討 我覺得解討應該也不是文化區的問題 是都市包的道理通編到這個處理 好 跟我們說明 因為目前我們這個使用 還是有符合原來的真實目標 那現在我們交易度化也還可以相關那個問題之外 我們平時師傅跟原來的地圖 還有一些事物上進行 所以我想在這些限制之下 我們再做具體限度的一個再利用的一個方案 好 如果我也沒有一件的話 我們就招案通過 謝謝 好 啦 按一個 就是讓我們大視點 那個 這 我還有什麼 什麼 可能還在出事後 我沒有辦法自己 他在出事後 所以我改給你 我去主角 來講 當然現在是 按照你的最後 最後第二章判斷片 就是要更加 30%的 上面的資料 然後到不斷 要是按照這個會教育的代表性 大概可以再做這個事情嗎 我們目前還是 我們使用還是盡量過在教育文化這樣一個 性質內來做裡面的一些 比較有一點商業性的使用 但是我們不會在這個主體事業辦公室外 另外來製作一個商業體驗 請問 我們在這個結局 他在主場裡面 就是我調節 對學生生收放一個 的關係嗎 這個還在第一種 還在上官司 而且在上官司期間 還可以做 那誰也好 就是我們目前還是在 那種教育文化圖體實驗裡面來使用 我們盡量增加新的商業體驗 對 對 我不曉得都不可以 對 通過 但是就是 徵收卡 因為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就是 自己的位置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知道 我們禮拜一節的通過 然後我們相關的辦法 我們也會請 我們的交易局 還有護法局 來做一些後續的經濟體 好 謝謝 審議要向愛有 執家 設定股體 自由執家 法層執家 再利用計劃審查案 本來依據文子法 第24條 古蹟修復主宰 第4條 辦理前行說明 自由執家 是在92年1月21日公告為 視頻古蹟 之後在106年12月27日公告 變革土地定著土地範圍 並新增建築物 大同執家 涵網球場的部分 是在92年4月23日公告為 施定土地 在100年1月12日公告變革土地定著土地範圍 前方的公告資料 請委員強三之間一 事件事 自由執家 大同執家 涵網球場的調查研究 修復再利用計畫 在100年4月15日提送 本市文化資產水域委員會 第35次會議 會議結論是 原則同意調查研究部分審查 通過前委員強三付借我 自由之家 大同之家 兩處的古蹟 所有人跟管理人 台灣銀行 是委託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納入國定古蹟嚴家幹 故居原區 公共辦理規劃修復 修復工程已經在106年均工 本案是 106年9月18日 本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第97次會議的審議案結論 有關市定古蹟自由之家 及大同執家南網球場 納入國定古蹟嚴家幹故居整體 園區之後續戰略計畫 是請園區規劃單位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及古蹟房地所有人 台灣銀行向委員會 做再利用計畫的報告 請委員翔參附件六 本案只有依據 古蹟修復及再利用拜法 第13條及頌開會議決議 提送本審議會審查 這是一次公告資料 自由之家以及 第17名大同執家的部分 本案提請委員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半年後續 以下就請規劃單位及房地所有人 進行再利用計畫之說明 進行再利用計畫之說明 我們今天會來這裡做報告 主要是 根據市政府發的一個開會同事 我們說明有關 自由之家跟當同之家相關的 在利用計畫思想 目前在自由之家 就是當同之家的 在利用的方向 主要是依據58年 在2月12號當同 自由之家當中 國際古蹟修復再利用 審查會的一個會議紀錄 在那個會議紀錄裡面 它是說 市立古蹟修復跟 自由之家當中 國際古蹟修復再利用計畫 進行整體的規劃 那之後 還有有關修復級再利用計畫 之後的所有的權利金 之後營運之後的權利金 是按比例來登攤 那當時 跟文化市場以前生 文化市場籌備處 那我們那時候也邀請台雲來 就未來再利用的一個 經濟相關的討論 那我這邊簡單說一名 相關的大事記 那在101點完成 完成整個修復 調查研究極修復再利用計畫 整個整體的修復再利用計畫 然後也經 台北市審議會 貴會35次的審查通過 那102點7月11號 對 對 福岡設立書圖也 經由文化部跟台北市政府 聯席審查通過 那103點5月1號 因應計畫審查核准 然後103點6月25號 因應計畫補充 文件核定 然後105點12月7號 因應計畫第一次變更 修正核准 然後106點4月25號 因應計畫第一次變更 修正核准 然後109點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規同有關單位辦理 再利用修復竣工 用許可查驗會堪 然後會堪的結果是符合竣工條件 然後同意驗收通過 那我們再比照一下那個 101年跟103年 合組的 因應計畫的 在利用 這棟建築的在利用方式 叫獨 大致跟 101年所合定的計畫是 大概只有少商 比較有不一樣的 比如說在一文商場 在台灣經濟發展館下面 有一個小的地方 那本來是一文商場 然後103年合併的 因應計畫是 工廠工坊 大概就是有一些小範圍的差異 那那個書籍提供 各位長官 各位做參考 那在因應計畫的一個 當時的一個 通過的條件裡面 有個單書 就是說本案整理規劃是 以建築工坊是 在利用構想 那各種建築是 在利用這一群 這樣的一個構想 那如果後續 團隊如果說 有提出不一樣的構想 可以重新提供 依應計畫來辦理審查 那目前整個園區 目前在利用情況是 只有太陽子家修復完之後 因為戶居目前還在 修復工程正在進行 那原來原青中 我們一些文物 那我們現在是暫存放在 只有跟太陽子家 然後還有戶居的修復的公務所 我們也設在只有太陽子家 那未來 那目前 至於未來比較長期的 在利用 目前其實 台影跟我們還在協調當中 那未來如果說 整個在利用 通過 在利用確定之後 那我們也會按照相關的 法律規定跟辦法來 重提在利用的計畫 如果跟原來合併的不一樣 我們會按照相關規定來辦理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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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案子 比較困難 因為 本來 它這個經濟 它有國定的 也有實境的 但是 因為我本身也是文化部的 所以 我們現在3月 還有一個已經改革的國定 所以現在變成這3個基地 都是國定 那既然國定的話 那我還要我們來探查嗎 第二點 這個在利用的確有一些困難 因為在早前的在利用 對 以人家幹部去為主席 但是 我們現在定念國定物體 它各有各種成分 只有支架也只有支架也有支架也有 然後這個 我們講 《帕洞之家》也當然是一樣 這個 跟歷史背景都不一樣 《帕洞之家》 我們知道 他可能會跟人家幹部去 當每年的主張組合的關係 還有一些 有一些影響 但《自由之家》是完全沒有 《自由之家》是 我們知道 以前這個 胡正剛才能在那邊 舉辦 一二三自由堂櫃 這個地址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整個 原來 人家幹部去這邊所提的在利用計畫 還有做一些議員的修復 然後議員的一個展示 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那這部分 可能是台灣議員應該要提出來的 在利用計畫 所以我想 基於這兩個理由 我想 這個案子是 我們今天不需要再審 我們審的方面 要怎麼去退國 改了以後 就變國定了 國定就是變成 來散的 我就覺得這個案子 是 他們被我們散 喂 那個是我們目前 先回答那個 國定了 等下國定三次 其實我們審議 通過議還在上進給部長 目前還沒有公告 所以目前他的 文資的身份 還是 直下4405 跟各位人先做了報告 那另外 我們現在碰到一個困難 就是說 因為如果說 所有機殼一直沒有拿到 那 台電他一直要跟我們斷電 那 因為那個 那個 燕建總統 他有相關的文物 都儲存在 只有跟大統的那個 那裡面其實有些 我們有 一些 一些 冷氣空瓢 然後為了維持他的那個 文物不至於損壞 所以我們那個 那個電視一定要維持 那 如果說 因為我們這個 其實目前 修復戰略計畫之前 新大會來通過 那 後來也按照這樣的修復戰略 就要我們進去修復 那以目前來講 目前還沒有變更他的用途 那未來當然 如果說我們用途變更 我們還是會 按照那個 教官的計畫去審 來提計畫來送審 那現在就是比較 我們現在就是說 其實夫人一直說 你這個 台電一直催我們說 你為什麼 使用許可 已經完工 竣工 茶葉都通過 結果使用許可 到現在還沒拿到 那我們現在比較擔心 就是說被斷電的問題 那未來如果說 整個戰略方向確定 那我們還是需要 讓我們之後 規定再重新再提 那個 再利用計畫 那當然有可能 未來就是 變成我們 我要不自己來審 那不過其實 到時候 其實是我們自己審 還是要會從 地方的消防 跟那個 監管單位來審 那以上 就有補充 謝謝 這個 都委員報告 那這個案子 因為它其實整體的 園區的開放 跟戰略 我們在後面 其實它還沒出來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其實它在五月的時候 已經 五月底的時候 它已經審查 當然還沒有公告 國定古蹟的部分 其實這三塊 黃黃岩加蛋 自由大統 還有台銀的那個 門房的那個宿舍 其實都在一個圍牆內 那我們這邊 現在北市府受到壓力是 這個圍牆內的補給 或是相關的訪設 到底做什麼 很多里長也都很採用 他們希望是民眾可以進去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請他送到 大會來做再利用計畫的成長 因為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 那如果說 他們還不能確定 又需要有這個水電的申請 因為將來我們會背負這個壓力 那我建議是照現況的 就是現況它已經修好 這是空的的情況去發它的使用許可 它只要將來未來使用 有確定的時候 就請文化物資再重申 我們只照空可的去發使用許可 好 那就做這樣的解釋 好 副委員是被同意 我們當幕仔組做出來的修正建議 好 謝謝 來自裁 本意是男友 次查 新界 disfr trois também加入這個工業 抗履後 annat 政府sm��蟻P社 裱所建築 國一環流 緩隨大學 旅大船航 犯扶樓 旭建築 紀念棕楼 新建築 許iche 社稅 Lu 南均�睬的特賈 融資 стан 是研究機種設計 3711 博士航 西村 war 覆 臺北工業學校紅樓於8月21年7月22日 公告指定為修下設定主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一大傳統於 107年1月30日公告為本事實踐 本新建案系金光玉建築事事務所 受財產廠人圖融文化藝術基金會為波 名於臺北科技大學校內新建